那我接下来我想继续跟你们分享一下 那Power BI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样来去看 我们就直接到Google首页好了 来去搜寻Power BI 这边第一个出现 除了广告 这边出现的是Power BI 互动式资料视觉效果BI工具 好请问一下 这边有没有看到视觉效果 视觉效果我们一般的认知 它就是统计分析 然后画出统计图 这就是视觉 这就是视觉效果 有别于数据整理成报表的形式 可以吗 一个是画出统计图 一个是经由你 例如说枢纽的概念整理成报表 好 这两种 一个是报表 一个是视觉化报告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要教你的就是视觉效果是偏重于就是把它整理成统计报表 然后前面有没有看到互动式 互动式就在讲连动 这是以色尔望尘莫及的 他做不到 我曾经试着用VBA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我随便按什么地方 然后他就什么图会产生变化 做不到 OK所以在这个地方了解了吗 视觉效果没问题 就是那些统计图表 在接下来他会彼此互动 互相联动 好 那我们点一下 你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他说大数据分析 你看到这张图 你看到这张图 他想要告诉你什么 我刚刚是不是有讲 刚刚那个POWER B1 他做互动式 还有视觉效果 请问他是不是画了非常多的视觉效果 好 没问题 可是他这边有介绍另外一种互动 他的互动是指说 主管可以拿手机 直接在上面点点点 然后产生报表的联动 他也可以用平板 他也可以在桌机上面的荧幕 来去看到这些视觉化的报表 视觉化报表 然后 例如说我点了这一块 然后他这些数据就会直接跟着变化 可以了解吗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简单说 这些就是视觉化的效果 视觉化报表 以及什么 互动 互动 我愛恢复了 出发 数据说 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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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